國民黨這次韓國瑜被罷免之後 在高雄將永無再起之日 你怎麼看只是高雄嗎 還是國民黨在南台灣 所有的布局現在已經一敗塗地了 那國民黨如果要重申 他還有這個重申的機會嗎 那還有這個江啟臣 本來以為他要下去 跟韓國瑜共同承擔的 結果現在是要跟他討論說 那個市長補選的事情 韓國瑜剛被罷掉 那不在傷口上撒鹽嗎 什麼狀況啊 我之前就說了 國民黨會在高雄20年斷根滅中 我用的詞很重 但是因為事實狀況就那麼重 很簡單嘛 其實韓國瑜今天被罷免 票數是一回事 可是被罷免的結果 什麼時候就決定了 2020年蔡英文投完票就確定了嘛 蔡英文2020年 那時候總統大選 投票率是77%左右 全台灣前十大高的選區 只有七個在高雄 橋頭是80% 彌陀79% 鋼山79% 後面一大堆子官啊 鳥霜啊三米鋼山 都是78%以上 換句話說過去高雄的生態是這樣 他的投票率不會特別高啦 稍微低一點點 因為蠻多北漂的 所以選舉的時候不見得會回來 所以說他比一般投票率 再低一點點或是差不多 可是這次全部明年前茅很清楚 那時候媒體就解讀嘛 高雄人對於韓國瑜的怨氣很深 這件事情那個時候就可以看到 其實就可以預測到現在的結果 那如果你再有遠見一點 譬如像佩芬姐 在更前面的時候去年七月就會說 國民黨會被三殺 他說很多人講 我們這一排大概都有人講過 會被三殺 他說很清楚嘛 因為沒有一個政黨 或說沒有一個真人物 你可以說剛剛當選三個月 就跑去別的地方嘛 然後他們那時候辯解之詞 陳菊也落跑 陳菊是做到我拜託你走好不好 他做太久了 你不能這樣講 他說朱立倫也落跑 朱立倫做六年 就是有些東西程度是不一樣的 你不能一概而論嘛 那他是三個月 連市政都梨辣啦 說被質詢的時候 亂七八糟就說要選總統 你擺明沒準備好嘛 對不對 好結果來了 那個時候國民黨 大家是怎麼樣挺寒的 但他印象還深刻吧 幫韓國瑜擦枝抹粉的 幫韓國瑜蹭寒的 挺寒的 然後所有在肖想靠著寒流 就可以重返執政 那時候國民黨內部 弥漫了一股投機的氛圍嘛 他們認為韓流那時候很高啊 六一凱刀招式 隨便一下 整個凱刀都滿滿的嘛 那麼投機的政黨 有可能重返執政嗎 未來如果國民黨 還是那麼投機的話 他要怎麼樣面對選民的檢驗嘛 再來呢 這個時候 甚至還有一些韓國瑜說 未來有可能報復性罷免 有沒有政治嘗試啊 還說要報復性罷免蔡英文 報復性罷免蔡英文要955萬票 蔡英文才拿819萬票 你去哪裡升955萬票去罷免蔡英文 還說要罷免什麼 民進黨的縣市長都要罷免啊 等等等 很難啊 黃國昌那時候罷免 是國民黨總動員 加上宗教的力量 加上支持反對 婚姻平權人的力量 所有保守派大集結 黃國昌都沒有被罷免 要罷免一個政人物很難 除非你做到像韓國瑜一樣 黃腔走板才有可能 你連要罷免那個高雄市議員黃捷都很難了 都很難 你們去試試看算了 不要說其他人了 黃捷不好意思我今天跟你同來 但你可以試試看嘛 你連連署都做不到 試試看嘛 我講實在話 罷免真的真的很難嘛 所以對韓國瑜來說 他現在整件事情是這樣 你說他六神五祖嗎 我覺得也不像 因為我剛剛講話 其實坦白說他是很有自信的 但你說他下一段 有沒有老大哥支柱 我覺得很有可能 所以對國民黨來說 他中國朋友這件事情 一直是國民黨永遠甩不掉的包袱 很多國民黨的朋友 包含什麼議員都不知道 就說什麼 我們每次也是 也有譴責反送中 這次香港國安法 我們也是有講話 可是我要跟國民黨講 就是說大家看你國民黨 不是看你今天講什麼話 你今天講的話是 過去幾千個 你累積出來你今天講的話 換句話說 一個政黨的形象是被定性的 所以國民黨他一定要搞清楚說 我不是不愛台灣 就是國民黨要他先轉性 先要愛台灣 台灣人才會相信你說 你這些出發點 不管是和中 我不要講親中 和中是為了台灣人好 可是你如果過去都是親中 都是賣台 這樣的形象的話 你那個和中就會被解讀為賣台 所以在這樣的氛圍 我認為國民黨未來在短時間內 很難再起 那重點來的 現在連民眾黨都虎視眈眈 民眾黨馬上發臉說 韓國瑜屍骨未寒才剛被罷免 馬上發臉書真的喔 韓國瑜屍骨未寒 他還沒被公告 民眾黨就發臉書說 目前高雄還有很多問題 需要解決 有些是韓國瑜留下來的 有更多是民進黨 二十年留下來的遺堵 他用這樣治喔 民眾黨有責任提供藍綠之外的新論數 換句話話說太高了 他在佈局下一次的補選嘛 對 高雄市長補選 他不在乎高雄市長補選 他在乎的是2022年高雄市議員的席次嘛 他要大舉接收國民黨 遺留下來藍營的盤嘛 好了 你現在國民黨不要想說 充滿執政的 不要想說跟民進黨爭第一的 人家現在是民眾黨在跟國民黨 挑戰爭第二第三名的 你國民黨現在9.8%支持度 民眾黨在2020年派出的 市議員在北區 立委選舉的北區 幾乎每個都9%10%選上 那你們兩個政黨已經一樣了嘛 你如果國民黨繼續輕鬆下去 你連民眾黨都比不上的話 你就真的是一個比較大的新郎 那國民黨未來何在我看不到 國民黨真的有可能擺脫得了韓國瑜嗎 其實今天有媒體報導說 國民黨內部還是認為 韓國瑜在國民黨內部 還是最具身量的人 而且他的韓粉看起來是不離不棄的 所以你怎麼看 有辦法掙脫得了韓國瑜嗎 其實說句良心話 就是說那個柯志仁說 那麼多草包立委 為什麼不去罷免 大家忘掉罷免韓國瑜 不是因為他是草包 這是兩回事 因為他落跑 然後根本不去專心市政 這個才是關鍵 不是因為他是草包去罷免他 另外就是說 我覺得他在鞠躬道歉的時候 講話雖然很強 我覺得他還是強言歡笑 你要問我 其實這個挫敗對他來說 是很大的挫敗 還是很落寞 對 他今天拍到照片 落寞的身影 對 後面那些團隊 當然最後就做了受散 因為大家都要回去打包走人 所以你在想他跟韓國瑜 流衣對氣沒什麼好講 上次放國際記者鴿子 這次放他自己的手掌 對 所以換句話說 他還是會很落寞 因為那些官員打包走人以後 那你就說就他一個人嘛 乖乖回家去 當然現在還是有國民黨說 那麼好的市長 你們沒有福氣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但是事實上 他這個團隊解散以後 經過總統大選 得票那麼109票跟61萬票以後 坦白說 我剛剛為什麼特別講 鳳山左營那幾個地方 很多韓粉其實已經散了 已經開始消散 那這一次93萬票的話 我為什麼特別講 岡山鳳山左營的地方 你可見的那些韓粉 應該已經改變了 真的很好 但我們如果說 可以沒想到